天蕾 天蕾 小蕾 小蕾找到了吗 老兄怎么说 但是没有线索 还在查 小蕾 天蕾 我知道你来这儿 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也不多问 但是你要答应我 小心诈青 好 你也注意安全 天蕾 注意安全 他现在不吃不喝 情况不太好 我想了个办法 把车离子叫过来哄哄他 那就让车离子过去看看吧 你小心点 这个人非常狡猾 是 天蕾 我闺女的 我哪知道你闺女的 林丹呢 你找她干吗呀 我警察朋友告诉我 我闺女失踪 跟公司有关 我闺女失踪 跟公司有关 要么是她 要么是你 去去去去去 不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 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想呢 不是 你冷静冷静 你想想 人家林达为什么绑你闺女 你闺女又不是公司的核心人物 这样 如果真是林达干的 咱们现在就找警察办的 如果不是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 我当然不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呢 秦哥 我把你当兄弟 你可不能骗我 那是我闺女 走走 日本来的那个伊藤峰难死 那我没送干的 见血封侯 见血封侯 那是谭家呀 陆明松起过杀心 但这阴差阳错的 就坦向思强了些 陆明松一个 明党 沙青 欧阳辉 朗念甫 他们看上去 在一个公司里面 其乐融融的 其实背地里 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个朗涅夫 是所有线索的远动 朗涅夫的核心身份 是傅春会的秘书长 傅春会 这个组组织一直是传闻大过实际 凭他一己之力 就能管理整个傅春会吗 这也是我一直猜不透的地方嘛 要不是赶天雷给我们传回来的可靠情报 单凭国际国际行政组组织 我们怎么也不能把朗涅夫和傅春会联系在一起呀 欧阳辉 A G 咨询公司 注册地点在新加坡 表面上它是一家合法的安保公司 实际上它是为了傅春会的十二席位做安保 简单点说 就是朗涅夫的心腹和眼睛 负责安保和监管 赶天雷连夜拷贝了一腾死前留给他的日记 我已经派人仔细研究过了 C4计划只有解决了安全性的问题 才能成为阶段药 不然就是实验室毒品 要是真成了 真的对人体的伤害减到最小 那也算是基因德了 但是如果监管不力的话 这个朗涅夫可就真成了上帝了 为什么 我简单地说 人是有欲望 是有神聚来的 人一旦服用了这种药物 他的欲望就会被控制 如果让有恶念的人所控制 就会产生难以抑制的破坏性暴力 这多可怕呀 确实太危险了 这我说盖小暖的失踪 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系了 可是太局 盖小暖他就是个小孩 他懂什么呀 你别忘了我 盖小暖的亲生母亲苏玲 他可是个化学专家呀 不会这么巧吧 还有更巧的呢 苏玲 曾经是CR集团的联合创始人 你能想到吗 谁让你进来陆总办公室啊 刚开始联系招待过你 不能进 不能进 只有我一个人能进 我不是说了吗 我按门按号打扫走错了 至于吗 怎么回事啊 叫人家丢了魂四的 行了 我记住了 以后我不去了啊 那个房间金贵 你去打扫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是不是不想让了你啊 林总 你先出去 我跟超先生聊聊 把门带上 有什么事儿 等你主子跟我俩 我怕你做不了主 干小暖 现在由我照顾 放了他 可以 不过他现在心情不太好 可能 不会愿意跟你走 那怎么了 见了喜悦有些害怕 说是想爸爸了 你不听说 你不听说 你不能听说 吵醒我 这么说 你不听说 我对你 我 explain 那么 我 很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对公司可能会有危险 你们是在搞什么 杀 相信是日本博士这次又是中国警方杀了人 一直一直 我的人呢也是有限度的 大不了就是一起下地 不要以为他能威胁到我 他也是他看得起自己 没有西夫计划我这样能做上主席 而他呢没有西夫 我早就杀了他一百次了 是 我明白 不过C4这句话确实能救很多人 如果他真的成功了呢 傻 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你是在为谁下力 明白 你再进去一天 我会把奥远卉去干渡 明天 他的实验如果没有成功 那就不用他继续了 明白 如果他成功了呢 那你就先可以拿到结果 再动手 是 我已经不能认手 和他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如果你做得不好 那你的处境就会很困难 我认为你不想这个结果 明白